生物整理,也称为生物抛光,是制造服装的重要过程之一。 该方法涉及酶醋降解,其通过去除突出的松散纤维来改善织物表面。 这将减少表面绒毛和乞球,并具有更好的手感和柔韧性。 由于其对环境的友谊影响,它变得越来越受各界欢迎。 经过生物整理后,植物将显示出更光滑,更清洁的表面,减少形成毛球的趋势,更好的光泽和更明亮的色彩,更好的清水性,更好的旋垂性,与柔软剂结合使用时具有独特的柔软性。 不仅优化工艺参数例如PH值、温度、持续时间、离子强度、机械冲击和底物类型,而且经过完全工程改造的酶浆提高整体产品质量和工艺。 因此,仿制液和生物化学家之间必须进行密切的合作,以产生新的酶和新的纤维。 同样的,环仿致力于开发独特的纤维素酶,这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并在全球不断获得市场份额。 粉末抛光煤P系列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产品,可帮助降低运输和仓储成本,具有广泛的PH值,并且对织物柔和。 我们对每批产品都进行了质量控制,以确保稳定的产品质量。 粉末纤维素酶比较能耐高温,可以承受更高的仓储和运输温度,而不会影响产品质量。 该产品可以完全溶于水,并形成稳定、澄清、无沉淀的溶液。 凭借这些独特的功能,我们在行业中越来越受欢迎,立即在LinkedIn中关注我们,并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多产品信息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